有民众投诉在一间纺织制造公司担任行政总机的工作 后来怀孕明年1月才贷产 不过今年9月却无故的将他资钱了 而双方协调也没有说清楚资钱的理由 公司只愿改变他为比较粗重的仓管的工作 而乌小姐向劳工局提出的申诉 一旦公司无法举证资钱跟怀孕无关 最高将会被开罚30万元 直接就叫我到会议室 然后就说叫我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停着大肚子 乌小姐却忍不住这一肚子气 因为怀孕无故被资钱 房贷车贷双重压力 一道道经济难题 压得他喘不过气 做不对 可能说我是天天请假 或者是说我盗用公司的一些机密 去给他的另外一对 都没有讲 直接就当天要说你明天可以不用来 就是坚持留下来 我不会给你好脸设卡 厂房内大批机器专门制作运动类成衣 销往国外 公司规模不小 吴小姐去年11月 印证这间纺织制造公司 担任行政柜台工作 一个月24K当作贴补家用 后来怀孕 明年1月才要代产 却突然遭到资遣 双方经过协调 公司强调不是因为怀孕 只说根据文件跟工作观察 吴小姐的确不胜任 却没举出实证 后来既存证信函 说要改变吴小姐 做薪资较高的餐馆人员 但孕妇无法做粗重工作 于是向老公局申诉 因为去找其他工作人 没有雇主在医院医院 因为医院就要生了 法规他应该要暂进 去证明说他解雇这个 或是咨询这个员工 确实不是因为怀孕的原因 所造成 依法规的话 可以处10万到30万的罚款 招控署公司表示 人事主管不在 暂时无法回应 劳工局已经介入处理 一旦无法明确举证资钱理由 恐怕将面临高额罚款 记得永远中观展 新北市报道